在苗栗的乌头乡 有一家小馆子 老板两夫妻可是大有来头 他们在大陆开过大餐厅 而且他们家又麻又辣又 牛肉跟牛筋做材料的 夫妻废片可就是四川 非常有名的两拌菜色 许多客人专程 从中南部开车前来品尝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麻辣辛香的全都名菜 夫妻废片 爽脆甘甜的东北菜肴 凉拌白菜心 香气扑鼻的四川料理 色女白肉 这些道地的中国味 飘香于一家坐落苗栗客家庄 投入香的小馆 不仅许多中南部饕客 特地开车前来 只为遇见美食的影 也受到当地客家人的欢迎 真的吃起来真的棒 太棒了 我吃下去凉嗓 嘴巴凉嗓 口感真的相当的好 好吃好吃 这里卖的不是客家菜 而是道地的外省口味 共同经营的一对夫妻 曾经在中国开过大型餐馆 回到苗栗落叶归根后 也把在中国学到的好手艺 带回家乡 其中四川正宗的凉拌小菜 夫妻废片 就是这家小馆的金字招牌 夫妻废片 其实就是凉拌牛杂的另一种说法 道地的夫妻废片要选用新鲜的牛肚 牛腱 猪耳朵等食材作为主料 其中老板娘强调 牛腱要特别选用花腱 花腱它的筋比较多 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对 一般也有些人是用一些的前腱 或者是腿肉 可是那个肉就纤维脂粗 吃起来的那个感觉就没有这么好 对 这菜处理完毕放入锅内 加入桂皮 八角 草果等香料 烧开后用慢火煮约三个小时 起锅放两后切片 猪耳朵 牛腱 牛肚 依序切片后加入姜丝 香菜 增添整道菜的口感层次 拌上独家辣油和酱油 炸上芝麻末和花生碎 夫妻废片就可以端上桌 刚拌好的夫妻废片 同有颜色透亮 切得极薄的食材 不管是牛腱 牛肚 还是猪耳朵 鸡蒸 入口都滑嫩无渣 加上多种调味料和辛香料的融合 麻辣味厚 香味其人 充分表现出川采的色色 它吃起来它味道很够 酸中又带甜 然后又有花生的香气 酥脆的香气 它里面的味道就是 很多种香气都能够融合在一块 吃起来味道很好 酸中带甜 然后有些微的辣味 非常的有嚼劲 很Q 然后它的料多味美 尤其香气非常的十足 再要吞下去那一刹那之间 还有花生的香气 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多样 除了川味凉拌代表 夫妻废片之外 蒜泥白肉吃进嘴里 也是让人惊喜万分 特选猪五花肉 传糖放凉后仔细切片 让每片猪五花 维持饱可透光的程度 烫熟的粉条和新鲜洋葱铺底 再摆上猪五花薄片 淋上酱油 芝麻酱 辣油 最后再摆上洋葱丝 烧了传统蒜泥白肉的酱油 和蒜末 川味的蒜泥白肉 麻 辣 咸 香 挤薄的猪五花肉 口感脆弹又有嚼劲 再搭上裹着辣油的粉条 入口酥麻之余 后劲呛辣 随之而来 它有点带着麻 有香 然后有辣 那种辣本身不吃辣的我 来吃起来的感觉是 我能够接受它 因为它辣的时候 又带着麻麻的 有香气的感觉 非常的爽口 不要以为只有四川 才有下饭开胃的凉拌小菜 东北菜著名的凉拌白菜心 也是碧点凉菜 什么要选三个 它比较脆 比较脆 纤维比较厚一点 它这个叶子的部分 很脆很甜的 台湾的话它一半都是水 就会化成软软的不脆 所以一定要用山东大白菜 看上山东大白菜的甜脆爽口 去味去液之后 留下中间的硬梗切成细丝 再用冰水浸泡半小时 让大白菜达到冰枕的效果 加入豆干丝 葱丝 香菜 拌入香油 盐巴 最后再撒上花生粉 不仅口感爽脆 就连配色也清凉的凉拌白菜心 完美呈现 好像是地窖里面拿出来以后 吃起来 嘴巴里面非常的口散 好像凉凉的感觉 这家餐馆出名的不只有凉菜 热菜也是老主部的私房极品 本肠在客家庄常用来炒姜丝 但这里则是用广东菜的烹调方式 将粉肠调洗干净 甚至连粉肠里的粉都去除 接下来煎出香气 就是把粉肠香味煎出来煎熟 煎熟以后再加葱 因为快熟嘛 而且要保持它的翠绿 还有辣椒的红 后面再用橘的 那我们是用那个铜盆 对 那个是我们自己从大陆带回来的铜盆 利用铜盆导热的特性 将洋葱 葱段和辣椒快速炒熟 却又不影响口感与色泽 这道铜盆局间本肠 本肠很有嚼劲 咸香够味 因为葱段和辣椒调味 还略带点香辣 相当适合下酒 经营餐馆的两夫妻生根于客家庄 却不卖客家菜 两夫妻笑着说 见识过大中国料理的精彩 决心回台湾发扬中菜 让苗栗美味 中菜飘香